另外一方面我是因为生活圈子非常的狭窄 因为你透过相亲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我就是大家就觉得跟我有这个必要 然后来讨论就是公共事务和这个文学问题 然后呢但是说真的 但你你写东西的话你要写写特别写好说 你要写不一样的人吧 所以你是去找生活体验 就找这个低质量的生活体验 只能证明女作家的可怕 但是我 相亲都是为了找素材 那你的恋爱和将来当你老公 那反而不行 但真的就是有遇到这个相亲对象 他也觉得这个我相亲的是一个这个女公共知识分子 然后就真的他就考我对于香港和台湾的问题 然后就是考我对于这个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认知 最后聊成道友了 然后没有之后就不欢而散 觉得聊不下去 政治立场太不一样了是吧 因为你想想看 相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就跟你刚才说的那种现象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一般我们说那种会让你比如说碰到手开始 马叔叔然后一想着他心里发痒 小毕业我儿子在世贸天街上班 每月月收入多少 是这样 所以你会觉得相亲为什么现代人好像特别不能接受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现在其实相亲的那个年纪变得越来越低 就是我大学同学上大学的时候 当然大家都大学二十一二岁吧 女生每年暑假的时候回家 那时候在大一大二就被拉去相亲 但我不知道现在就是过去是不是这样 反正我自己当时听到还挺惊讶 因为完全没有婚恋的压力 这个就是我最不懂的事情 因为你看人口的话 中国明明是在80后之后是女多男少 不 女少男多 但是为什么现在总是女家长方面 好像比较急着给女孩相亲 因为生活在城市里 这事很简单 对 现在这个 农村的那个大龄男性非常多 所以我们跟最底层的人是接触不上 相信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这问题 相信最大的问题就俩字叫失望 就是你这个相亲 因为你相亲都是按照最好条件设想的 你见到的人 我觉得99%有点久久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所以往往第一眼很难就是说 产生感觉 对 所以呢 就是比较善谈的人比较占便宜 就是第一 跟贫 像我们这样的人嘛 吃亏 看一眼就没好感 对不对 得靠说 然后你跟人巴达巴达一通说 说完以后呢 反正说乐了 说那男子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说话挺有意思 慢慢他就愿意跟你接触 然后你再跟他再装一会儿文青 再跟他说点这个文言 陈上陈述 然后呢 再背两首唐诗 这容易露勺 我也是看他写的这个相亲史 那个文章里边还说一个什么 就是女的 就是说感觉你是个有文化的女的 结果碰着一男的博士 是吧 结果那男的就开始问了 那个 不是博士 是个兔头的建筑师 建筑师 我那一朋友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 然后呢 你既然是历史系毕业的 明朝有多少个皇帝啊 他答上来了 不说不错 然后清朝有多少个皇帝 这也没答上来 拜拜 对 就是这个知力问答 所以我觉得应该以后搞一种相亲版的 就是知力问答 就是他相互考虑的 就是因为 就是我觉得有这个婚姻的压力 就急 你自然而然的 很难找到合适的 而且我自己 你怎么不结婚呢 我替你妈问一声 我没遇人合适的 你不是抗拒 我不抗拒 你有计划吗 就是多大岁数结婚 有脑子里有这个想法吗 完全没有 多大岁数生孩子有这个计划吗 35岁左右之前 但我觉得我家长 到35岁还没结着婚呢 那就先生个孩子 就两码数了 这样我挺你 就是我觉得我这一点 我爸妈还挺酷的 就是前两天 我爸他是来北京 因为我爸的老家没退休嘛 然后来北京 来我们家 然后吃饭的时候 就我爸说说 方舟是条船 不知道谁是他的港湾 就他这句话 应该在脑海里面 应该已经酝酿了两天两夜吧 因为他觉得特别压孕 说不定有鼻 然后呢 我妈就说说 屁 屁的港湾 他说人生都是一劫一劫过的 就是说你这一段吧 是这个人 你结婚呢 你也把它当作是一种体验 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归宿 是一条运河 是个火车 但是你知道吗 你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 就注定了你要相亲 而且你啊 就是纠缠不清 为什么 这个诺亚方舟啊 最后不是人类大洪水吗 上帝让这个诺亚带上船的 你都要成对的 公鸡母鸡 因为他要繁衍嘛 所有的 全是成对的 所以你这名字 方舟上全是公母成对的 所以你清显不了 我现在觉得现在 就社交的手段这么多啊 尤其这网上有各种 他妈妈晃一晃 摇摇摇的东西 他为什么还要去相亲呢 相亲好像现在都是流于形式 我平常生活中的相亲 都是那爹妈急的不行 把这孩子压的去 去之前就基本上知道结局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 就是两个陌生男女 以恋爱为目的的见面 不管是什么 是少流亡 不管是摇出来的 是干嘛 是父母介绍的 朋友介绍的 其实我觉得双方有这个认知 应该都算是相亲 就是而不只是就是父母 然后这个相互你家父母 我家父母对象 我觉得只要是陌生男女 有这个非常明确的认知 然后在一起见面 我觉得其实就 然后以结婚为结婚为目的 以恋爱为以恋爱为导向 结婚为目的 我觉得那都是相亲 你说 你说 不过我觉得倒是 我能理解为什么要相亲 就是一方面就可以看得到 有的社会或者有些情况下 结婚跟恋爱是分开的 是不一样的 因为相亲跟一般 比如说我们介绍 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讲的相亲 或亚洲人所理解的那个相亲 跟刚才我一开始说 西方式的那种介绍 还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你刚才说 那个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情况 那种情况就是 纯粹介绍人家认识 让他们当男女朋友 谈谈恋爱 但今天我们讲相亲 是一来笨的主题去的 那叫结婚 也就是说呢 我们希望中的恋爱 是一个很自然的 两个人好像触电 像你说的 两个心理发痒 那类的 对 马叔叔 OK 但相亲不一样 相亲是一个条件的计算 相亲 当然也双方需要有好感 但是那个主题很明确是婚姻 所以就说明了 有时候婚姻跟恋爱 是可以分开的 或者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婚姻是一个社会需要 婚姻是一个家庭延续的需要 婚姻是一个身份问题 所以尤其你们说在日本就最明显 那日本到现在相亲还很流行 对 我们都说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 还被孩子相 对 他相亲的人还是很多 那我们都觉得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 怎么还闹这些呢 那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们性爱 婚姻跟恋爱是分开的 好像是这个夫妻性生活频率最低的国家 没错 就他们夫妻真的是 就是我们结为夫妻 是因为我们需要夫妻 我们需要家庭 我们需要婚姻 那么但是是不是表示我们彼此相爱 那不一定 也许我有个情人 你有个情人 那么但是平常我在公司 遇到这个帅小伙 挺好的跟他睡一睡 这也可以 因为那是性 还有一个是爱 还有一个是婚姻 但是我们一般现在的观念是三者必须统一 但是很多时候它是分开的 你中国传统社会里 像我常常讲我们以前所讲的爱情 是文人小说里面常讲爱情 大部分人是没有爱情的 你以前中国的婚姻 什么对吧 那个都是没说之言就搞上 然后你见到你新娘的第一天就是在床上 那够自己的 那这个事我告诉你们简单 相亲这个词本身就改变了词性 过去相亲是父母之间的事 跟你本人没关系 你现在说相亲 说这俩人相亲是他们本人相亲 过去是父母代表你去相这门亲事 这词扯你变了 跟你们没关系 现在真是家长比孩子急 上海公园里的 那个都是家长 最后单身家长互相之间都相上了 孩子还没相上了 对他们这个倒是相亲的本意 就是父母之间觉得 这个不是男方父母觉得这儿媳妇不错 女方认为这个女婿不错 这俩相亲成了 他们俩就没资格相亲 你想你过去按照过去的那个婚俗 你最后那是掀开那一下 这下要我说我要有这辈子有这下也不错 如果改成也好 改成也好 挺浪漫的 那我觉得中国人过去那个感情是我觉得很令我着迷的很有意思就是他真的可能 我们夫妻俩见面就是在床上洞房见面第一次掀开 但是是不是感情不好不是 你看到很多我们上一辈上几辈很多人他们没有什么恋爱就结婚 但是当他结下来之后他那个感情真的是在那个被锁定的契约关系下面长出来 也不见得很糟 就不好 对是吧 就所以说假如世界上只有一男一女亚当和夏娃是吧 诺亚方舟亚当和夏娃你看这俩人就必然相爱 必然得好 那像婚姻就是你不能太自由了就给你框在这个地方 那么夫唱夫随 而且这个里面我觉得他还有很多道德的东西 做人从小教孩子 那个时候有一套妇道啊 做老公该怎么做呀 做妾该怎么做呀 他各安其分 你怎么没想就想到 妾该怎么做 对 你不是要讲话 他还是关心最新的 而且我觉得很多很多为什么上一辈子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比如说像我爸妈就是相亲结婚 然后就是亲戚介绍的 然后相互我妈看我爸是他那个能力范围内或者视野范围内长得最帅的 因为爸真的还挺帅的 然后呢 我妈是我爸能力范围内看到的最有文化的 然后两个人就两个人就认识了 大概认识有个一两个月吧 我爸说呀 就是结了婚这有没有单位能够有个分个房子 那就结婚嘛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就是也没有也没有问题 就是当然也会吵了什么那没有问题 那他们那个时候不会碰到什么问题呢 又是过了一两个月发现了一个在我所能力范围内更好的 这事怎么办 不是这个事肯定有 你一生中只要你结婚下面一个肯定好 马爷显然是有经历的人 有故事的人 所以你不能因为有一个好的要出现 那你就后悔这事 这是另外一个事 尤其是没好花财不完 对 对对对对对 尤其是后面那个后面那个呢你是没娶你娶了以后也未必就好 是那倒是 但是方舟我真想了解一下就是说现在像这个你就是都是年轻人嘛 对 为什么就是结婚这事是他们那么大的一个就很怕很多80后90后 你看现在我听他们讲就是说70后是先恋爱后结婚 80后呢是先同居后结婚 90后呢一般不会跟同居的结婚 就是这不一定准确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你在网上调查这些年轻人们都在问我该不该结婚 结婚对他来说是个什么都怕 其实我觉得不是怕是想就是特别是我身边的90后甚至是更年轻的95后的女生其实是非常非常想结婚的 结了就离就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恋爱和结婚或者说恋爱和结婚如果同时放在他们面前选的话就是女生其实是会选结婚的 我是面前新的女生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是还是因为就是可能这个社会环境他们没有安全感吧 而且呢就是这个社会的导向变得越来越现实就是比如说就从你买了什么衣服你就可以睡路寒无一帆 然后到就是说你这个这个嫁得好不如你怎么怎么样包括现在强调所谓的原生家庭的重要性就你其实看到是有这个有倒退的就强调原生家庭的重要性就是你这个因为是这个富二代所以你原生家庭好你性格的缺陷就少那这个什么凤凰男啊什么的都是去批判原生家庭不好的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变得越来越视力越来越现实那我觉得我是面的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在这种导向下其实就 非常想结婚而且就是不是像我妈那种你就是体验一下婚姻就是其实挺想找个归宿的就这件事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但是我问你啊这一截是两回事了吗还是觉得一截还是恋爱的延续俩人没什么变化还是一截就变化我自己身边所有就是把结婚当作是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或者想借由婚姻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婚姻最后都挺失败的 嗯嗯嗯嗯没错我我我我也在实现婚姻失败的是大概率事件太大概率了有的那个就是就是结婚你看前一阵我们这一个编辑就说他一个小女友啊呃一个礼拜就结婚从健身房预见到交换戒指到见父母一个礼拜他劝他这个小闺蜜 说他本来这小闺蜜有孔婚症孔去结婚说你为什么这么一个星期就结婚你不多看看他说也不能看了就说我这玩意我这孔婚症我好不容易碰着这么一个我要是再拖俩礼拜我可能就不想跟他结了恋爱就是恋爱久了我就不结了可是我也刚才方总讲的情况我也见过我以前有个学生是北京孩子他当年那时候我发现在香港念书的时候他跟他女朋友挺要好后来回去就分了分的理由是 他就是父母主旨就他本来两个也是想结婚因为他父母替他决定找一个认为更配得上他们家庭的嗯他父母也是有官职在身的人嗯那么于是就因应的官位对方的家庭背景职业背景的情况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那么但是好真的就这么结了而让我惊讶的是整个过程里面我那个学生也是一个受现代教育的人名校出来的人跟他聊起来他对整个过程是没有反过的 反抗的不是不是没有反抗能力是没有反抗意志嗯他是觉得很合理他我说你原来你很爱你那个女朋友他说对但这也很无奈但他整个观念就是我爸妈还是说的对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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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而且越来越多回到回到过去了不是他就回到他他现在这个醒了一觉回新潮我告诉你什么状况啊嗯就我朋友们我就很吃惊那个我就问他嘛这个结婚他认为就男孩啊 他说跟谁结婚都差不多嗯嗯明白了吧那还不如挑一个原生家庭好的还不如是对对他觉得这没什么太大区别我怎么觉得这是一种厌世的表现对他甚至都认为他的长相都不是最重要的嗯这这就是说就是我今儿啊出门着急啊至于打一好车还是打一赖车还是怎么着我我只要坐上这车我到了就行了他是这种人生态度就大学总得上考上一本 还是什么就无所谓了对吧那你看我再跟你说一种我还认识一个美国的一个华裔的华人的朋友他就说就说我我就我讨厌婚姻制度我蔑视婚姻制度就说他是那种你知道吗他就是婚姻制度早就崩溃了他说我他说我对他的蔑视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可以为了任何一个理由结婚为了一个什么理由啊为了给他女朋友办到一个美国身份就是说他说我根本就不想结婚我无所谓但是 如果能够给他办个身份就他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恰恰证明了我讨厌这个制度我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做一个最实用的最蔑视的一个利用就换点实在的嘛换点实在的 今天很多人就是为这个事结婚离婚买房子干什么就这种事多了户口很多人就是为户口结婚为房子结婚为房子离婚这婚姻已经变成了就确实不大适应今天的生活但是男的跟女的想法一样没有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子我遇到的就是他们相亲的 理由当然也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也跟我差不多大吧二十六七岁相亲结婚是因为他们觉得可能之前有过一两段恋爱那这个恋爱可能这个自己自己投入了对这个有期待然后就落空了那还不如我们就从一个零期待开始说不定这个婚后还可以培养有一类型的言情小说就是婚后恋爱型言情小说就他觉得这我们双方的期待都降到最低对彼此的期待就是降到最低我们结婚就说不定还可以就是他们是这样的 觉得我这样的心态觉得我这样也没什么期待这样就不会落空了过去的婚姻制度那就是从零开始嘛两个人不认的不是从零开始但我又觉得离婚率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这是想的美当然一定是俩大活人你你在不在乎你跟一个人一块过日子我觉得这而且今天的人忍耐力太低了 尤其90忍耐力太低了一言不合咱就别过了所以是很说明为什么前阵子他们不是调查北大的那个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那个副主任不是说四百分之四十的北大学生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不是大家说空心病吗空心病就是觉得你做人可能实质的价值跟意义被掏空了吗 所以今天婚姻的爱情面向已经被掏空掉了那这个说明呢其实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很多资源太稀缺了你是需要透过婚姻来获取的像刚才马也讲的户口身份房子更好的生活质量 对我们今天中国回到了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必须透过婚姻来解决刚才说那些问题 而原来我们以为的进步的社会五四以来我们相信的进步价值是婚姻爱情是跟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是可以分开的是无关的 你到现在很多时候说我跟你结婚你的安全感带于我可以分你财产 这事儿现在利用婚姻那个分财产有啊对 我看到一个很恐怖这对女的也是急于结婚但她有财产 这财产呢她跟那男的就列了这个婚前公正婚前公正以后呢 这个那男的就跟他结婚结婚了两个月以后呢 这男的就就就跟他就不行了找不着了 但是男的在外在婚后这两个月中写了大量的欠条现金欠条 所以法院就判这女的财产虽然是你的财产 但是这个这个债务是你夫妻之间存续的 这个债务你必须承担那女的没有办法还债只能卖房子还债 所以就利用婚姻这个制度 所以这个说起来那个制度就有问题 所以我就不你比如说方舟啊 你像说你已经不需要是为了生活为了钱要去结婚了对吧 那对你来说同居和结婚生孩子有什么不同 生孩子 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孩子了 就是最重要的吧 就是我觉得那个非婚生子女在在在中国有点惨 这违宪呢 宪法规定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想有同等权 就是还是有点麻烦 宪法规定的事多了 多了 宪法规定这事就是因为他不能执行 他都能规定 大家都认为都一样 他就不需要规定 但是要计划 你是谁 所以看见新的告知 好 然后 mid Pois 功 。